台南花園夜市傍晚停車場 一位男球人潮同樣滿滿滿 雖然在戶外 就怕人幾人成為防疫破口 台南市政府首次出動空拍機掛擴音器 盤旋在上空宣導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來視察 對於保持社交距離是有很重 很大的必要性 需要戴上口罩的還有墾丁大街 因為連假湧入超過20萬人 防疫指揮中心發布國家警報 呼籲民眾不要再前往 墾丁大街更是罕見封街人車分流 連假首日人潮大爆滿 絲毫因為國家警報發布只剩三成 而且大多數人也都戴上口罩 但不要說遊客害怕 人只要一多攤商也是挫雷蛋 請大家在外面的時候 就要保持一公車以上 嘉義文化路夜市因為商圈 包含美食跟市區景點一網打盡 遊客自然多到不行 除了警察幫忙宣導 店家也自備麥克風 要客人做好防疫 請你們一定務必戴上口罩 因為我們現在人潮有點比較多 比去年來說差很多 人潮是有 只是買氣不好 高雄瑞峰夜市同樣幾番天 兩個分局警力前往宣導 新冠肺炎防疫期間遇到第一個連續假期 民眾外出踏擊或逛夜市節儉悶 全台警察入空宣導疲於奔命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拍檔